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7月21日星期三的黄昏时间 今节又是我许刘山 一个人回来继续和大家做节目聊聊天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沙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天这一节回来继续都是这个法庭的新闻 今天都相当多 很有标志性 这帮黑暴友 暴动友 黑青 不同的案件 都今天有一个叫判刑 真的大家一起 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日 但是能够同年同月同日进去监狱坐牢 都可以今晚来一个小便相逢 真是搞笑 不过他们不是今晚直送进去监狱 他们首先是会先送到区压所 先处理一下 搞定了 再好像叫做排仓 排下他们去哪一个监狱再坐 这就是一件事 有心就不怕迟 有暴动也都是要去面对你们自己的刑责 所谓他们觉得很经典的 就叫什么 中大二号桥的大战 也都所谓的叫做什么 中大保卫战 什么名字都好 我只是看到有一帮黑暴分子 在这个二号桥上向着警方 所谓什么保护校园 抵挡着警方不要让他们进校园 就用汽水油多胆子 整个旅游车都被他们BBQ了 到来挡着 拿台板来做盾牌挡着 扔砖 汽水油多胆子 扔到直接不停 整间中大变成了工厂 生产汽水油多胆子的工厂 还有很多都不知道哪里来的人 因为蒙着面 有可能四方八面不同来的人 在这个桥上就进行一场激战 砖头横飞 什么都有 是的 我都知道 当时有很多很多很多人 法官其实在今天法庭都说这件事 说当时候这个中大二号桥 就是案发的时候 前前后后当然那些人数有变 过百人就故意蒙面 还有企图就用来避开的追捕 因为看不到他的样子 是不是 由非法集结变成这个暴动 那我说回哪一单先 我怕有些网友不记得了 其实较早前 我们也有跟进到这一单 所谓的二号桥 发生的激战 其中四个 就是又有什么 来看家姐毕业典礼 又说来到就不要错过 特意不上班 乘的士来 好像很浪费 走走走走走 遇到一个暴动 有些又说去暴动的现场 拿灵感 有些又说 其实想穿过哪里看一下 那么巧有人 就把面罩给他 然后叫他顶住 什么什么什么 又个个都扭 如果你真的这么英勇 说要参加这一场保卫战的话 就是竟然你是不承认你自己参加这一场保卫战 正常来说也是 不想坐 那当然要避开 但是他们说到自己是什么义事 又说要什么保卫战 如果你这么渴望要保卫校园的话 即是你连自己人生都愿意压上的话 就是因为要光市 是吧 保卫住中大 那你应该要勇敢成为法庭的记录的一部分 你要说出你自己的信念 说出你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几个都不承认了 那我四个是哪几位呢 先说一下 一个中大生 22岁 这个就是首被告 另一个是李大的 为什么你这么冲动过来中大搞这样的事情 不用怕 没几天就你们理大为成战 又有场打过了 不用那么紧张 留在理大准备好了 不过又不知道 哪有人知道中大搞完这么大事 理大都会这样 比中大更劲 如果在我的角度来看 接着还有一个Ivy的学生 那个就20岁 另外那个说来拿文学灵感那个 就说之后写了几篇 写了几篇 写了几篇 精细巨作 那个中大女学生 那他们全部都被控 一项的叫做暴动罪 那其中呢 首被告的暴动罪名 就不成立的 一个中大生22岁那个 那其余判得最重是哪两个呢 就是刚才所说 一个是Ivy的 二十岁那个 还有另一个呢 中大就是说来拿灵感 这两个就没得走了 Ivy的最重 就判了四年零六个月 哇真的相当之夸张 你想想 这个Ivy的20岁 坐完出来都成23岁 差不多24岁了 是不是 其实人生呢 有些人说 三十岁之后才是怎么怎么怎么 我觉得呢 什么时候都好 人生是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时间都很宝贵的 之前有些人说 哎呀 什么 暴动罪了十年了 不用怕了 我现在18岁 坐完出来28岁 还有很多青春 很多时间了 十年就十年了 我要去为了抗争民主自由 不怕牺牲 这些全部都是假的 是吧 你去坐 你去牺牲十年给他 十年不要緊 你不去坐 是吧 许智峰你不坐 怎么着草 你都不用十年的 为什么你要着草 是不是 所以很简单 这些全部都是大话 那我们说回法官判刑的时候 接着会怎么样 另外那个女同学 就是说来拿灵感写文章 那个创作小说 还是文章那个 就坐三年零九个月 其实都很长的 这个你想一下 是吧 他24岁 其实呢 应该看回那个时间 应该是要踏入社会 找一份工作去做 展开去大学毕业之后的人生 是吧 但是 你大学毕业 不是去上班 都是上班的 你在监狱上上班 监狱做什么 钉书 洗衣房 是吧 就是堵垃圾 你不是想在那里上班 所以呢 这些完全没有社会经验那些 就是信了以为 你这样做 就要保护着 中大 要对抗 什么警方的暴力镇压 哪里有镇压 你们硬硬说 要霸着二号桥 扔东西下去 基本上 你们都瘋了 那再说回去 这案子究竟是怎么样 法官 李官判刑的时候都说 在片段都已经看到的 对了 当日这个暴动 规模非常之大 很多人对着警方 作出了直接的暴力行为 包括大量的汽水和多弹子 砖头和杂物 不管什么都先飞去 扔得到的就扔 水瓶也好 什么都好 当中部分就是这个 Ivy的被告 就是刚才所说 二十岁要坐四年零六个月 这个 也都在片中 看到是直接有对警方施行一些暴力行为 而另一个 那个中大女生 二十四岁 这个判了三年零九个月 那个 就说 她当时其实有足够时间 离开现场 也都有足够的空间 叫做远离 但是 她偏偏留在这里 超过十三分钟 和那些示威者 站在同一阵线 法官也认为 她是蓬积自己自身 在现场这一点 来到鼓励其他人使用暴力 或者威胁使用暴力 等等 而她也都没有足够的证明 她是为什么要合理地留在这里 是吧 因为法官之前都骂过她 说她什么什么留在这里 拿灵感 等等 还有一些补充 虽然没有证据 证明她亲身是使用这个暴力 不过在案情上面 那两刑上 其实都跟那个 Ivy的被告 那个男被告 是有些少的区别 所以她那个判刑 就没有那么重 就是这个意思了 刚才说到 其实那帮人遮着蒙面 那这帮人蒙面就惯了 如果怎么会后来有这个叫做禁蒙面法呢 是不是 就着违反这个禁蒙面法的东西 法官都说 当时案发的时候 没有什么口罩令 所以他们故意蒙面 明显的意图就是遮住他们的容貌 企图避开警方的追捕 没办法 由非法集结变成一个暴动 所以情节上 是需要判处那个刑罚的阻吓性 要相对提高才行 认为短期的监禁是合适的判刑 基于三个被告涉及的案情轻重有别 最终三个被告都是判监两至六个月的 不过涉及暴动罪的两个被告 这方面就是可以同期执行的 要不然又要再坐久一点 其中有一个罪名不成立 那个就没办法了 因为证据不足 告不到他 那个就是中大学生来的姓陈 那个就算你好彩了 不过法官早前裁决的时候都说了 控方就不够 这个足够的证据 证明姓陈的中大同学和痴被告 即是另一个理大学生 什么时候去到暴动核心的范围 因为证明不到他们多久 也没有说要根据赴汤道火的上诉案例里面 因为要证明到他们的延行的长短时间 才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证明到他们参与这个暴动 而说回第三被告他自便的时候 就说因为好奇留在中大 有什么神秘女子协助他走去暴动核心 法官说这是匪夷所思 不值一信 直指他简直就是作故事 这个故事实在太过乱世佳人 好像乱世佳人一样 无线的电视剧 《二海晴天》 《二海云天》 《四奶奶柴狗》 好像讲到乱世佳人的 提到第四被告 現在判了参业三年零九个月 这个中大女生 法官说他自便補充很多事情 因为当时他说他太投入,太投入在这个现场拿灵感,他没有意识到身边发生了一件这么厉害的事 他自己进入了自己的感官世界,抽离自己拿这个感官世界来到暴动环境里,拿到文学创作的灵感 当时法官也说这些是削足识理的说法,没办法,这几个很有代表性地 告诉大家,也证实了2号桥当时这场的激战,究竟如何去判,以及你们在核心的范围或核心逗留的时间是多少呢 将会是未来理大其他暴动案件判刑的一个标准 或者他们怎样去推堂,说自己不在,说自己没有很认真去参与,路过,拿灵感 不想浪费的士钱,不同的废话 我想可以经过这一件事之后都可以叫它省下,或者你都可以花多一点时间去作一些新的故事 看看法官就信不信了,简单来说,即是现在第一件事,关于中大的暴动呢 如果发生了二号桥的其他伙子,他们都要是乖乖地认罪他,如果乖乖地认罪他 我想会快点出回来,即是不要听了那些人说,什么坚持到底,不要认罪 现在你不认罪了,现在亦都拗不了那些事,那些蚕蟲师爷,那些帮你想出来的事 没有一个都可以,死了,还要搞到被局官罵回头,也要再坐这么重 你认罪的话,是不是会坐小一点呢?当然我们都知道,你认罪不等于你悔改 这是两件事,但是他认罪,他是有这个选择在这里 我们不能说他都不是真心悔改的,为什么认什么罪呢?他承认有做 跟他悔改呢,要解开两件事,我们千万不能把他混为一头 他可以承认他的罪行,但是他可以不认错的嘛 就像之前那些什么李卓人,杨森那些嘛,我们认罪但是不认错嘛 其实是可以的,这个是一件事先,不过他们现在才来认错呢 或者有一些见到这件事才来认错呢,有机会局官都会说你们太迟的 两个看法啦,怎样都好,起码现在中大二号桥的事件 证明到留在核心范围有十多分钟的话呢 还有你的衣着也好,或者其他不同的配备也好等等呢 也都已经可以足以证明到你们是有份参与这场暴动的 接下来会不会有些人都会应用了赴汤道火的案例来做一个参考呢 这个不得而知,希望大日法庭会引用了,可能会整件事更加立体 判刑方面可以更加硬正 好了,今节中大二号桥,什么保卫战呢 我们暂时讲到这里先了,多谢大家 起码有两个是时辰到了先啦 他们不知道会不会后悔了这件事 希望他们反省一下,不要再做这些这样的事 所谓什么二号桥,什么抗争 现在中大的,你们守不住了,保卫不住了 变回中大的,那又怎样呢?其实没事的 整个学校的人不是继续上学吗? 你们保卫不了中大的,那又怎样呢?那些学生没有书读吗? 不会的,你们在这里的时候就没有书读 你们走了,或者你们搞定了,那些学生整个校园才会回复正常 你觉得警方进来拘捕一些人来调查,要来搜查,就是不对 会破坏学校 好像是你们破坏到学校的范围和程度大很多很多很多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你们有没有想清楚的呢? 不过怎么也好,他们仍然,我看到一些黄媒都写着 警察强攻校园 说要拘捕哪些人,无理入侵校园 有无理入侵的吗?这个真的很好笑 不过算了,你们要相信这些文宣的 现在有这样的结局,是你们自己 经常所说的叫信念,你们的信念争取回来的 那好吧,真的了,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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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